十年前,在尖沙嘴海运码头对出海面现身的黄色巨鸭,曾掀起全港一片黄鸭热。 其鲜黄色的庞大身躯总吸引一般鸭迷追逐,出尽无数风头。 如今终于重游湘江,更是打麻梨将展出两只巨鸭。 另一众想目睹巨鸭风采的鸭迷热切期待。 主办方将于6月1日公布黄鸭展览详情。 一众鸭迷万物错过,未游入尾港,两只巨鸭将先一步在听九桥及青马大桥附近海域畅咏。 东网记者今早25日,抵达青衣北部单杆山路船场,直击工人为黄鸭试水做准备。 今次展出的黄色巨鸭较十年前来港展出的高16.5米的前辈更为魁梧,高约18米,相当于6至7层楼高。 只见两只巨鸭已充气完成,在岸上等待落水。 现场工人已钓积极钓锁环绕鸭被绑紧,为黄鸭准备下水里。 剧版《橡皮鸭》Rubber Duck是荷兰概念艺术大师Florentine Huffman霍夫曼的经典作品,自2007年诞生以来,曾在澳洲悉尼、巴西圣保罗等地展出。 其中在法国圣纳泽尔,出现的橡皮鸭身高达26米,是历来最高。 巨型黄色橡皮鸭,Rubber Duck2013年在维港随波浪摇动展出,吸引近800万人次打卡。 时隔10年,黄鸭再次来港畅拥,更是打麻油港。 主办方预告,6月1日将公布黄鸭游入维港安排。 廖慧再掀起赏鸭潮。